提到本田你的祭典是什么 是爆万传VTEC的S2000 是敢于法拉利叫嚣的NSX 是霸占纽北前驱榜多年的Type-R 还是无数少年改成梦的GK5 几十年来本田的DNA永远与它的燃油机在一块 似乎燃油机就是本田魂 可到了变革年代 当其他厂商的新能源车已经扑向市场 曾经的王者也要有自知之明 但一台没有了汽油味道的本田 它还纯粹吗 我现在开这台本田的纯电动车 开这个车的时候我也在纠结 它还是一台本田 它连车标都不是本田了 这台车叫东风本田斯林MNV 相比之前第一台试水的XNV 这台车升级的地方还是不少的 现在它的前脸更加有电动化的设计了 车尾也换了最新的更加精致的贯穿式尾灯 电池换了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 容量是61.3度 续航里程提高到了480公里 这个参数对于一台纯电小熊SV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它的电池支持液态的热管理系统 即使你在北方冬天开这个车也不至于太尴尬 而且它还支持140千瓦的直流快充 不过因为这台车是基于燃油SRV去研发的车型 它的外观啊内饰啊 其实到底燃油SRV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你一进来就感觉熟悉的味道又来了 电机呢还是放在前面 140千瓦280牛米 它这跟燃油的SRV区别还是挺大的 而且它有一个small的模式 你按完以后感觉就是那种私欲挂S挡的感觉 变得非常积极的 不过这台车它的刹车踏板和动能回收 我觉得还是相对敏感一点 特别容易让车内的朋友点头 有一个好处 可能是因为它的电池对于底盘下方 重心更低 然后整车的整倍质量更大 它的底盘质感 我感觉是要比燃油1.5T的SRV好不少的 那这台车的价格是14.98万到15.98万 这个价格对于一台合资纯电动SOV 480续航车型来说 可以说是很有诚意了 只不过它是基于燃油的本田去升级而来 对于喜欢本田的朋友来说 可以说是惊喜不大 那这两年本田也在大力开发纯电动车型 卡巴有Honda E 国内有Honda ESV概念车 很可能是未来的纯电动CRV 中国品牌现在已经在纯电动领域发展得非常不错了 我们也希望本田的速度也能够快一点 在纯电动技术方面 本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在混动技术方面 本田可以说是发展得飞快了 虽然说比丰田起步慢了一些 但是胜在理念险进 开过本田混动车型的朋友都知道 本田的车开起来更像是一台电动车 因为这套混动系统它以电驱动为优先 本田的这台2.0阿特金层循环发动机 更像是一个增程器 除了中高速工况 它可以直接驱动车轮 剩下大部分工况都是发电给电机或者电池 而我今天开的这台CRV插电式混动版 更像是一台增程车型了 它的电池从1.4度增加到了16.3度 纯电动续航增加到了85公里 而且控制单元也有所变化 纯电模式行驶的速域更广了 开上去更像电动车了 但是别人家的插电式混动车型吧 它开的动力都更猛 CRV插电混动它就开得更肉 因为它的动力没有变化 反而因为变了插电式混动 它增加了350公斤 相当于车里面多坐了四个大落爷们 所以百公里加速时间已经十秒开外了 但是好处就是它能充电 如果你家里有充电桩的话 那每天三个半小时慢充 可以把它的电池充满 你想想 本来本田的混动就省油 你再把电池充满电 可以说是省钱上到家了 其实本田的工程师也不是万能的 他们还是为这套插电式混动系统 妥协了不少东西 比如说因为电池的干涉 它后备箱的地台有一个这么大的台阶 解决方案就是这里有个支架 然后把后备箱填平 但是这个解决方案显得有一点点鸡肋了 另外它的油箱从53升缩减到了26升 天上去有点少对吧 但是因为它这套混动系统真的很省油 你跑个三四百公里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也有一些插混车主独享的福利 比如说它的后排座椅 靠背角度调节增加到了33度 还增加了一个类似老款节德的储物格 前排也能选一个最新的黑白灰拼色布局 前方有一个专属于你的三道杠进气格栅 以及一个蓝色为背景的本田logo 哦对了 这台车的官方指导价是27.38万起 基本上跟混动顶配的CRV差不多了 那这事听上去有些性价比不高啊 但是哦如果你生活在深圳广州上海这样的城市 卖它就变得划算了 因为这个 试驾完这两台充满电动味道的本田 我的心里还是挺失落的 我记得第一次赛道开S2000激动到想哭的状态 也记得卖掉八代半私欲的时候 心里面那种酸楚感 可是未来我们都得接受这样的本田 毕竟轰大迷们都不希望曾经的王者只留下来传说 而是希望王者在新的时代依旧光彩独目 就像本田那句经典的广告语 超越昨天为止的自己 超越昨天的轰大 喜欢记得分享哦